你好,我是田永老师,微信公众号一六顺丰 我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开车上路如何避开危险 OK,这就是把安全意思可视化,通过大量的行车记录仪视频 车祸视频来分析出安全驾驶的精髓 那这一刻呢,咱们开始讲网约车公共科目考试 考试考哪些内容,以及下节课会讲一些法律法规提库 OK,开始看考试大纲,咱们挑重点的数啊 考试大纲是全国统一的考试大纲 全国统一的题库,是计算机系统随机抽题 现在的考试时间是60分钟,85道题 以前呢,是90道题 现在的85道题,包括单选多选,还有判断 判断15道题,每题1分,单选是55道题,每题1分 多选是15道题,每题2分 考试的内容,第一条就是政策法律法规 第二呢,就是安全运营知识 第三个是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其实从题目上来看,非常简单 也就是咱们的一些常识,基本的功德道德 第四个是服务标准规范 其实这个推挤及人,用通理心 这个题也是比较好做的 第五个,运营其他相关知识 OK,这个运营相关知识,以及法律法规 还有加扣分,是难题比较多了,而且比较难记 在后面的题库讲解里呢,我会用一些口诀来记 OK,咱们再详细看一下,涉及到哪些法律法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起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制造意见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网约车经营服务管理在行办法 巡邮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 出租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 前面那几个文件呢,咱们可以通过讲解 文件的形式,OK,就像现在这种形式一样,讲解 而这个服务信誉考核办法,涉及到加扣分比较多 尤其是扣分,到那时候用口诀来搞定 法规的第二个方面,这个就是跟咱们开车 有点涉及的,这类的题目 有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劳动合同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 信访条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 保护的决定,等法理法规的有关内容 涉及的比较多,但是题目并没有那么多 难的也没有那么多 第二个,安全运营 安全运营生理与心理知识 车辆安全检视 车辆安全检视 现在我通过几个题库 比方说,现在有网约车包点 它的题库,以及价格包点 它的题库 现在发现呢,有些题是出的比较偏,比较奇葩 比方说,咱们车上那个皮带的挠度 OK 方向盘可以自由转到多少度 离合机的自由行程 甚至还有一些更奇葩的题 不过,好在它只是二匪 行车安全基本要求 这是比较简单的 四大天际和特殊路段的安全行车要求 车辆突发情况处置 车辆维护与常见故障处置 自我安全防范 常见危险品的基本知识 这危险品在咱们科目一里就已经 学过了啊 做过了 也是一个常识题 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这里应该算是个送分的题 社会责任啊 职业道德很简单 服务标准 包括服务流程 车辆服务要求 驾驶员服务仪容 服务用语言语言行举止 特殊人群服务 服务经济 服务评价与投诉处理 这也是比较简单的 第五方面 就是其他相关知识 运驾和计程计驾设备 使用知识 咱们需要注意一下 咱们虽然考的是网约车 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 就是出租车 用同一套题库 这个出租车 包括咱们市面上建的那种 巡邮车 还有咱们的网约车 这就导致呢 可能咱们体力 会有一部分 计价器 OK 跟计价器有关的这题 包括还有一部分是 巡邮车要考到的题 我希望以后 咱们这个考试系统 更新一下啊 能自动把这些巡邮车啊 计价器啊 就是跟咱们网约车 不相关的东西 自动跳除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比方说 大城市 北京上海 他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 他在网约车上也用计程机架设备 这就说不好了 包括 有些 有些 巡邮车 也会和网约车 这种业务结合 可能也会有个考到这东西 OK 信息安全 节能环保知识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 节能环保知识 这部分有几个体验难一点 OK 到那时候咱们会用一种别的方法来记忆 保险常识和交通事故理赔 应急保障 消防和乘客 救护基本知识 OK 这个评标准 其实前面就说了 好 下几课咱们可以开始挨个奖法规 孟月